恋爱先生大结局,竟然是这样,渣男逆袭泡到了女主,静东和表气十足的初恋在一起,编剧的反套路太溜,估计是要迎来一波刀片了,爱先生大结局,渣男逆袭泡到江书影,编剧《你给我出来》,最新剧情中,看到陈浩居然把自己暗恋了多年的固扰女神耍了,看到固扰生气的样子,感觉很解气啊, 到底怎么回事呢?看过本剧的都知道,从大学开始,陈浩第一眼就被固扰给迷住了,接下来想尽办法的给固扰提供生活上的方便,甚至当固扰一次次失恋的时候,也都是陈浩一直陪伴在固扰身边,可以说陈浩真的是固扰的被胎啊,呼之急来挥之急去,真替老干部心疼啊,固扰一直都知道陈浩的心意, 但是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正眼瞧过陈浩,而后来第一次回国后,在陈浩家,无意中看到了陈浩这么多年对自己的感情,再加上陈浩目前的变化,可谓着实满足了一下,自己刚刚被离婚的失落感, 可是,当自己再次回国,面对的是张明阳爱情的公事,当顾瑶刚刚对张明阳有点感觉,就突然发现,原来是陈浩在暗中帮助张明阳追求自己,于是同时面对他俩人大发雷霆,其实顾瑶是心理不平衡法, 不习惯一直把自己当女神的陈浩,居然就这样,为了兄弟情义就把自己让出去,顾瑶说得很对,他不再是原来的顾瑶了,很多爱好都变了,那么陈浩也,不是原来的陈浩了, 因为现在陈浩心理已经有了罗瑶,只能说顾瑶没有福气,才享受恋爱专家的守护了,恋爱先生大结局差不多根据一开始给的宣传视频, 开出来有两种,罗瑶到了比利时重新工作以后,大家开始了新的生活,一年后乔依林和曾北叶,开始了恋人生活,准备进入婚姻殿堂,张明阳也用自己的陪伴逐渐感动了顾瑶, 顾瑶也走出了人生中的这个阴影,慢慢接受了身边一直陪伴着她的张明阳,程浩的结局有两种,第一种,罗瑶在巴士上,忽然看到了程浩熟悉的身影,他下车去寻找,一开始找不到,后来发现了程浩,罗瑶流下了激动的泪水,两人相识一笑,结局是相爱的人最终再次相遇,可能性比较大, 两人最终撒糖结局第二种,罗瑶看到了一个人,他以为是程浩,他激动的跑过去,结果发现不是,他心里也明白,一切在比利时开始,一切也应该在比利时结束,他流下了眼泪, 也发现自己真心这种结局的意思,是在说,其实错过也是一种美好,趁自己爱的人在身边的时候,要勇敢说出来,就像程浩的父亲程浩都说的那样,两个人要在一块,双方不能一个不说,一个不问,主动的一方最终是赢家 。